节后虾款 中秋到 嘿 吃个饼 配个茶 都听我说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平均 欢迎龙哥 妹妹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在节前有一波小小的反弹 很多投资朋友就关心说 节后会不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反弹 反面上又该怎么观察呢 是 我们先帮大家追踪一下 说实在这一半 可能大家都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行情是上冲又下行 首先是因为NVIDIA事件 导致什么台股往下重挫 接下来又传出说 台地要关这EBU产台 所以他们担心说 台地的产能利用力 会不会跟着开始做个下滑 虽然使得行情这边 往下去做个回撤 但是索性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做了一个反弹上来 那我那么说这个反弹 是一个扎实的指纹讯号 那怎么说呢 因为它站上了1450这个点位 那这个点位是哪边呢 首先看到佩老太太的缺口位置 一个防线 对8月4号 再来是往前看的话 是小W的高点 所以站上这个位置 我们那么说这跌破 就不算是一个真跌破 它反而是什么 有机会重新站上 再重新形成一个上升回道 最明显的案例呢 就从贵买指数来看 贵买指数呢 已经站上了这昨天黑care高点 所以我们那么说反弹行情呢 有机会持续 那这边就看个股轮涨的态势 那补充一点是看到 这个加权指数 再过一个多礼拜后 这个加权指数的季线呢 会扣你在相对低的位置 那扣你在相对低的位置 那守着1450 季线会开始慢慢的走平 到时候这边呢会是一个 很扎实的一个支撑区 所以大家要好好叙留一下 到底有哪些个股 会成为第四季的主流 那讲到台电 目前大家传说 台电产能利用率会跟着下滑 那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个验证 什么样验证呢 车用晶片缺货缓解的情形呢 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在 那既然车用这个缓 晶片缓解是一个趋势 代表车用应该会是一个 后续的趋势 那后续我们有什么个股可以观察 我们认为第四季的 这个车用电池 你一定要好好去 特别去做留意 那平均问我这个 要去观察哪一个 那素材是真的该打屁股的 我明明这礼拜才路过 这个古墓晶片而已 那这个古墓晶片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车用晶片缓解呢 有两个趋势 要特别留意 这边让你这样 向公司让你挽回来 一个就是自驾车的辅助系统 对 另外一个就是 龙哥你再帮我补充一下 就是电动车这块 电动车就是电池这块 那这个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呢 不管是燃油车 或是电动车 都是需要用到它的 所以这两个趋势呢 要请大家好好 特别去做个留意 那另外我们要帮大家验证一下 车用晶片缓解 那这些相关大厂的营收呢 有没有跟着上来 首先先看到这刚刚提到的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 这352同志 那你可以看到 他刚刚开始 刚刚公布了8月营收 的确是呈现一个月增 而且是年增的现象 那这反映到股价呢 就是往上去做一个 创新高的态势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3653的建策 其实他公布出来 8月营收 这种哥认为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创了一个 应该是一个历史新高 那你要去留意的是 他建策了下半年 人家说下半年还有一个扩产 那当这个产能开出来之后 下半年又是他有旺季 那你可以推敲一下 90 11 12 这4个月营收呢 应该不会插到哪边去 所以现在你可以去期待一下 建策第三届财报 第四届财报会不会是这样 优于市场上的运行 那年代反映到股价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维持着一个强势的整理 那中间这个比较大缺口 其实是因为它除权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说 这个缺口比较大 如果你把它还原成全息来看的话 它是维持着一个 非常强势的一个形态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台达电 台电呢还没有公布营收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4 5 6 7 月的营收呢 仍然是呈现一个往上的态势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验证 就是车用晶片呢 的确是有环节现象 所以大家要去特别留下 有哪些车用电子呢 在8月营收的时候 会跟着往上创新高 那原理上除了这车用电子之外 我们会建议大家 接下来选顾呢 你一定要避开这种消费性电子 对没错 因为消费性电子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有那个库存区化的问题 对没错 他们有库存问题 你反而要去往这车用电子 往通或是工业电脑 甚至是元宇宙 这种比较没有库存问题的 股价才比较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个股轮涨态是 大家这个选股要选对边 才比较容易赚到钱 那据说这些个股 到底还有哪些机会呢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的Light跟Telgram 谢谢龙哥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就叫龙哥的Light跟Telgram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